昔日的90公斤大胖子逆袭为国名男神,彭于燕,没有才华我只能拿命判。 每当有人问,彭于燕,你为什么会红?眼前的大男孩总会说,运气吧。 梁家辉却第一个跳出来反对,你不要老说运气运气,你现在的一切,都是靠你的努力得来的。 的确,娱乐圈就像大海,每个混击其中的演员跟着海浪浮浮沉沉,拒绝平庸的人才能脱颖而出。 彭于燕说,我没什么才华,所以唯有拿命去拼。 拼到极致之后,她将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部励志大骗。前段时间,IG上站了。 有个姑娘和彭于燕抱在一起,还配文约,生命已完整,再加上亮瞎眼的双人自拍,这是要公布恋情的节奏啊。 不少人心碎了,难道我老公要被人抢走了?得知是幸运女粉丝在咖啡馆偶遇男神,所有人都松了口气,男神始终都是我的。 提起彭于燕,的确可以用全民男神来形容了。 身材好,样貌也不错,更让人钦佩的是,明明可以靠颜值的她,偏偏要用才华俘获观众,为了演好一部戏,够贫,够活的出去。 彭于燕拍戏场景,人家演戏是为了红,她仿佛是奔着升级打怪,解锁技能而去的,几乎拍一部戏就get一项新技能,小编没记错的话,上一个解锁戏男神是张震。 没有什么人是天生的强大,没有才华,我只能拿你去拼。 彭于燕实力诠释出,靠自己掌握人生的主动权,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男神。 看着眼前这个身材好到爆,又有演技的帅气硬汉,谁曾料到她以前却是个被人嘲笑的,体重高达90公斤的大胖子。 彭于燕生下来就有2500公克重,把妈妈骨盆都压裂了,小时候她特别贪吃,小学毕业身高只有150公分,体重却有70多公斤,算是一个小胖地。 左边那个就是彭于燕小时候了,就这样一直胖到了高三,最重的时候达到90公斤,她才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胖下去了,于是她是每天锻炼,打完球,才把体重给捡了下去,身高还一路飙到182。 彭于燕微博自爆曾经的黑历史。 大二那年,她首邀演出偶像剧《爱情白皮书》,这时的彭于燕还称不上是男神,最多有点帅气吧。 飘逸的长发,戴着眼镜丝丝纹纹纹的,脸上还戴着青色和未褪去的婴儿肥,一看定位就是偶像派奶油小生。 因为想着可以拍戏赚钱帮妈妈减轻负担,原本在国外念书的大男孩放弃学业,从此进入了演艺圈。 彭于燕和《爱情白皮书》的主演在一起,然而,此后七年彭于燕都没有红的迹象。 演电影总是票房惨淡,一度整年都没戏拍,没工资只能靠借债度日,而身边的人却都火了。 比如和他一起合作过的余文乐,接二连三的友好片找上门,男儿本色,无尖道,还评级电影第一届拿下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,而另一位好兄弟阮金天更是评级梦霞拿下金马顶帝。 彭于燕也曾一度压力大到怀疑人生,幸好很快调整了顾来,既然没有才华,那我只能拿命去拼。 作为演员,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还原每个饰演的角色,你会发现后来的彭于燕几乎每拍一部戏,就会解锁一项技能。 2005年拍摄《海豚爱傻猫》,为演好海豚训练师,他专门考了海豚专业训练师资格证。 2007年拍摄《海豚爱傻猫》,成功把自己晒成黑炭的他,出零基础学会了冲浪,还写了本书彭于燕,《海豚爱傻猫》,《海豚爱傻猫》。 2009年拍摄《海豚爱傻猫》,成功解锁手与技能,两个字送给你,敬业。 2010年近在支持,为演好拳击手,他专门参加了三个月拳击训练。 拍电影就像升级打怪,技能解锁不断上升,这样的彭于燕实在太犯规。 凭级努力,他成功入围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,还获得金马奖新人奖提名。 不过,以往彭于燕大多饰演的偶像派,真正说起来,关于他演员生涯的转折点是在2011年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导演林玉仙找到了彭于燕,想让他来主演以他体操运动员哥哥的真实故事创作的电影,翻滚吧!阿信! 当时这部戏没人愿意接,因为太苦了,里面有很多高难度的体操动作,让许多演员都不愿尝试。 当教练跟他讲,你只用酷酷地跑过去就行了,具体动作可以让体操提升来,彭于燕拒绝,他要自己上,这样演出来的角色才更真实。 可在拍这部戏之前,彭于燕完全是个门外汉,倔强的他却硬生生把自己当作专业体操运动员,跟随教练训练了足足八个月。 原以为拍戏已经很辛苦了,但练体操其实比拍戏艰苦得多。 当别人拍完戏都去放松娱乐的时候,他却在安玛,调环面前挥汗如雨,下气泻,脸后空翻。 每天练习12个小时以上,过程中也受过伤,但是他却一生都不吭。 除此之外,更为了保持八块腹肌的身材,他每天只吃水煮菜,不加任何调料,甚至没有油盐,最终体质下降到6%,才让观众看到那个状态最好的他。 彭于燕说,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,就要用尽全力。 最终,这部影片上线后口碑超好,彭于燕也因此入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 影片里的精彩瞬间 翻滚吧! 阿信的成功,让彭于燕从哪有小生的人设立脱壳而出,戏路也拓宽了,但暂时的光环并没有让他飘飘然,小伙子依然抱着求知的心态,像将一个演员的使命发挥到极致。 真正的演员,是你演什么,观众就相信你就是电影中的那个他。 拼尽全力构到这个天花板,成了彭于燕的目标。 拍击战时,导演林超贤是圈内出了名的地魔鬼导演,为了演好角色,彭于燕和真正的拳击手练大三个月,期间学会了综合格斗、泰拳、巴西柔鼠。 因为打戏太拼,导演都看不过去了,特意给彭于燕安排了替身缓冲一下,结果替身没一会儿就受住了,彭于燕自己上去,却熬了下来。 最后,这部电影票房大卖,彭于燕还入围了金马奖和金像奖。 拍黄飞红之英雄有梦时,要从三楼跳下去,彭于燕毫不犹豫地飞身而下,还在这部戏里他还解锁了公字符虎拳,虎和双形拳技能。 拍破风,他每天骑航训练6至7个小时,累计骑航11万多公里,完成了可以绕地球三。 圈的骑航记录,还拿下了专业赛车手的证书。 拍梅宫和行动的时候,他不仅学会了太语,缅甸语,还接受泰国皇室御用保安的枪械训练,对每种枪的性能和自卫数都料如指掌,这部片子最终突破50亿票房,刷新了华语警匪片票房记录。 每一部戏对彭于燕来讲,都是新的起点,等待他在示威之的挑战,小伙子却说,我这个人就是这样,任何人问我你可以不可以,我都心说可以,我不怕吃苦,就怕学不到东西。 出道16年,彭于燕从没戏拍的蔡鸟退变成实力演技派男神,拿下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提名,金像奖提名,成了妥妥的台湾一线笑声一枚。 虽然,距离领地上有一步之遥,但他的戏路越走越宽,前途注定一片光明。 小编想,没有什么人是天生强大,当一个人敢于迈出改变的那一步,拼尽全力把一件事做到极致,把握自己人生的主动权,注定不会平庸。 黄鱼电影就是如此。